每日遇之同行 第一姐妹今天会和大家看马克福音第六章 我们会从十四节看到二十九节 在这一段这么长的经文中间 主要是讲述一个事迹 就是希律杀死死世世约翰 而这一段这么长的经文里面 如果大家留心去看的时候 会发觉施世约翰在被斩的事迹上 是非常可惜的 在故事的情节里面 希律王是一个可以操生杀之权的强者 而施世约翰是一个无奈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从第六章十四节 可以看到耶稣的明星传开之后 希律王听见之后 希律王是很害怕的 所以耶稣的出现和行动 使得这个本来能够操生杀之权的在位者 暴露了他心中那种恐惧而不安 很明显他是一个黑暗之子 当然希律王的行为不当 当施世约翰直戚其非 指责他的不是的时候 希律王知道不对 但是放纵施欲 身不由己 处在是非之间 在黑白之中 他若能够回头是岸 圆崖纳马 可能可以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 但是他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 想听他说 都有一些怕他 想保护他 不过物欲 色情 操控下边 他猶而不定 可以看到是非之心是人都可以有的 但一个人是否可以从是他非 这种能力却不是人人都有 圣经说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如果不受光的控制 就是被黑暗的权势影响 如果不是由造物的主宰来管理 就一定是由魔鬼来操控 希律面对施仔约翰的提醒指责 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就光 但是他的欲念 经不起他蜥肉的诱惑 或者权力的影响 以至在犹豫不定的时候 让恶的得逞 他自己在无可奈何情况里面 做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所以圣经说 人若知度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他不单在意欲上失败 在行为上都失败 杀害了二人 不单单只他如下的生活 活在一个恐惧不安的情况下 更因为他知罪犯罪 而走向灭亡之路 这个典型的失败例子 足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尴尬 什么事 我已经不让你来说 我已经不开心了 我已经不开心了 你不开心了 什么事 感谢观看